主要是用 如果是用那个工作表名称 你会发现会有个惊叹号 那我比较建议 以后如果说你要做查询的话 我是建议你们定义好一个名称 因为以后那个名称 第一个简短 第二个可阅读性也高 但是你要记得就是说 它的设定方法 可能对于各位来说比较不习惯 因为我发现蛮多同学 对这个还蛮陌生的 但是我蛮喜欢用这种方法 为什么 因为以后呢 我按F3 它就会跳出那个名称给我 那我可以知道说 哪个名称用选的 很快的就可以把问题给解决 但是以后如果说 你像公司里面有像什么工作表名称 什么什么范围 你根本看不懂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是如果说你将来把这个东西 假设我今天要查一个是总销量 那我可以把这个地方 一样去查 它查一定是查根据编号 所以第二个一定是根据编号 那第三个呢 一定是根据什么 我的总销量 所以我按F3 特别说这个按F3 它就跳出来 总销量 按个确定 就做出来了 那你会发现了 这样的可阅读性就会比较高 而且比较不容易做错了 那只是说你可能你的习惯 要慢慢稍微改变一下 你这种做法比较接近像那个 我们在使用资料库的概念 因为资料库实际上也会有一个 一个表格 一个table 它就是让你去连接到那边去 所以其实这边的做法 跟资料库的概念是蛮相近的 OK 只是说呢 你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怎么去做 第一个公式里面 然后呢 这边有个从选取范围建立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大量的栏位要建立的话 你可以用从选取范围建立去做 OK 好那再来的话 其他我想你可以自己再把这边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就是下拉清单要怎么做 以后呢 如果说你今天有个下拉清单 你的下拉清单在哪里呢 就是编号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编号 这个栏位里面 在名称管理人员里面有没有 有 就是对A3到A10这个范围 它的名称就叫编号 那如果说我将来 我希望再把这个地方做一个下拉清单 该怎么做 以Sail里面如果说你要做个下拉清单的话 请特别注意 其实非常方便 而且我觉得对于你提高效率 因为你用下拉的 还有就是资料的正确性也会一定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Key错 因为你好像记得是什么编号 但实际上没有这个编号 或者没有少打一个字多打一个都错 所以怎么样呢 最好你用下拉清单 那如果下拉清单 假如说我今天这个编号 不会要让使用者用下拉清单 自动帮我调出其他栏位的资料的话 那特别只有 一请你找到那个什么 资料 二的话呢 记得找到什么 资料验证 我不知道各位熟不熟这些东西 因为这东西其实非常经常性使用 可是我发现有些同学对这个还不太熟 这边不需要写任何程式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只要熟练它的功能 一切到资料 记得你刚刚的公式里面一定要先有一个名称管理里面一定要有个编号 而且它的范围不要错 二的话就是切到资料里面 有没有放在C2的储存格里面 点击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的话呢 它传出来 预设值是任意值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呢 预设的这个地方 什么都可以输入 你要输入文字 输入数字都可以 但是呢 我希望把储存格改为清单的话 特别注意哦 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把任意值改成清单 它就会让你变成有下拉清单的效果了 OK 第一个哦 改为清单 第二的话它会问你说来源在哪里 那来源也可以两种方法 你可以用选的 比如说选到那边去然后把它拉 OK 第一个 不过我建议啦 还是配合F3 有没有发现 我的来源是哪里呢 来源是编号 那你用选编号不就好了 这样子好处就是说 很直觉 而且不容易做错 OK 所以 我不知道各位习不习惯 我是要我来做 我一定会先见 我需要的范围 然后再开始F3 F3 事情就全部搞定了 然后呢 也不容易做错 OK 按确定 也就清单等于编号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它最大的变化是 这边会出现一个箭头了 那这个地方的箭头 它会根据什么 你给它的范围 OK 那当然你将来的 那个名称 如果你的范围改变了 那当然这边的 里面的资料也会跟着改变 OK 所以来源那个地方不是绝对 不能变动的 那名称的话 你当然可以用原来的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找001 点击它 001就掉出来了 002 有没有 002资料就掉出来了 003 OK 那当然 蛮多同学会经常遇到就是说 老师我希望呢 我输入哪个编号 它自动帮我把某其他的栏位资料带过来 那最简单的方法用这个就可以了 用lookup函数 OK 就帮我搞定了 不过呢 对于lookup函数 使用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你要查什么 去哪边查 查到之后相对未知的其他资料帮我带过来 可阅读性很高 不过有些同学不太习惯用lookup 可能会比较习惯用 比如说Vlookup 那其实用Vlookup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怎么做 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把查询界面拉过来 按卡锁键 然后呢 把这个查询界面改为Vlookup 我等一下改给各位看 Vlookup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会用Vlookup 但是不太会用lookup 甚至你也可以再拉一个 你可以用一个叫index加match 当然也可以啊 其实方法很多啦 不见得说只有一招 那只是说哪一个方法比较好 习惯最好了 做得出来就好 其实你说哪一个方法 也不用去抓六角尖 反正可以解决的问题 哪一个方法都好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下拉清单部分试试看 第一个请先确定一个事情 公式里面名称管理员 你的编号范围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呢 游标放在这上面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改为清单 再给F3 OK 习惯F3 然后呢 选那个编号 那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他就会自动帮你产生这个下拉清单 好来试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你注意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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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